人生路漫漫 房车帮我行 那么小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辆进口的拖挂 看完这辆拖挂 也能刷新小黄对咱们国内房车的一些新的认知 首先从外形上面来说 它会做得更复杂一些 右侧的话 这里的话 它这个窗子也比较有特色 它是凸出来的 外式的板材的话 它不是一个平面 咱们从侧面可以看到 这样子就有一种非常的带有立体的感觉 然后包括它这个装饰条方面 做了一些减缀 然后在前面 它这里有一个黑水箱的舱门 再往后的话 这个能开的上部 这里是一个户外的取电口 然后这里的话是一个事件的接口 后部箱起的这个车门的话 是在靠后的位置 跟它内部的布局 这是有一个直接的关系的 再来到它车的车尾的部分 这里也是有一个玻璃 增强车内的采光 这是一个黄牌的车 再往左侧看过来 这里的话也是两个非常大的采光玻璃 下方的话是有侧折叠的桌板 然后再往后面的前部看过来的话 这里是一个加水口 前面的话是特鲁玛的一个燃油暖风的一个散热口 再往前面的话有些储物空间 而且它这里应该是后期加的 自己加的一个外置的淋浴器 上方的话还有一个燃气的快接口 那么再打开这个门进入到车内 进门的这个左手边 目前小黄攀谈这是多美大的品牌 但是再看这个按键的话 它有一个火焰的标识 有一个键池 还有一个试键的标识 基本上能判定它是一个三能源的冰箱 这种配置的话也是在国内的房车上还是比较少见的 然后右侧的话 它这个抽契也有点区别 内部可以看到它是做了一个造型 下方的话看这个抽契它又不一样 所以它每个区域都做了一个分区的设计与处理 具体到您去放什么怎么放 台面左手边可以看到是一个燃气灶 右手边的话它是一个水池 洗手盆 它这个水龙头的话也是可以龙头可以旋转 然后这里还搭配有一个引诱水的这个小的水龙头 然后侧边的话面有一系列的按键开关 小的置物架 再看到中门对面就是它的惠客区域了 这个桌子的桌面很大 目测的话它这个宽度的话实际上接近已经有80公分了 这个横向的长度的话也是在一个90公分左右 在这个右侧卡座的下方就是它的键持的一个安装位置 包括这个逆变器 刚好这里打开了之后可以看到这是它的一个暖风的这个管道 所以它的暖风也是无处不在 卡座坐垫的这个板材的话非常薄 基本上是在9个毫米左右 为什么做这么薄呢 作为设计师的话这么薄肯定说明它是经过验证的 能够支撑起咱们呃成年人在上部的重量的沉重 更有利于整车的一个轻量化的处理 顶部的这是一个L型的一个轿柜 下方的话同样有一个层板 这种层板的话怎么说呢 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 比如说箱子里面咱们可以放置大件 一些小的毛巾呢 或者是日常经常要用的 或者长一点的这种日常用品 可以放置在下方 再往前面看过去 这里的话它是有一些小的格子 小物件的放置 然后中间还有一个格弹 为什么这里要做这样的一个格弹呢 咱们可以看到 往前面看过来的话 这里啊 它是有一个折叠链 看这边的话有微明显 这个折叠链拉开之后 是可以完全将前部的这个卧室 与后部的客厅以及厨房分开的 这样的分区设计是非常的人性化 也是非常的好用 然后再往前面看过来的话 这里是一个纵床 这个纵床目测长度应该是在1米9 宽度的话 以宽的那一边来算的话 也是在1米4左右 然后在床头 这里的话也是做了一个小的储物柜 然后顶部可以看到 也是储物空间 右侧看过来的话 这里内部的话就是它的卫生间了 这卫生间是配备的是一个赛特福德的固定的马桶 下方的话 咱们可以看到它的边缘是非常高的 咱们的一些淋浴的时候水量比较大的话 它可以完全沉入到下方 再往侧面看过来 这里衣物的放置 它也考虑到了 然后上边的话 侧边的话 这还有一个折叠的 侧折叠的这种毛巾架 内部配备有凌月花洒 然后一些小的设施设备 从卫生间再往前部看过来 这里有一个化妆镜 咱们爱美的女士 这个区域就是专门为您养生静致的 在这里洗一洗树一树 然后化个妆 这个镜面也非常大 而且它这个镜面后面 可以看到 也是一些储物空间 再往后部 就直接到了中门进门的右手边 这上部的话 是一个比较大的衣柜 衣柜的下方 这是一个特劳马的装置 具体是什么装置 给大家看一下 车友们可以发挥一下自己的想象力 有知道车友可以在小方的视频下方留言 然后这里进门右手边 储物格的分区 上部的话层板 然后这里的话是有一个液晶显示屏 顶部的话 它都会做这种流线性的造型 那么小黄今天对于这辆进口拖把的介绍就到这里结束了 整辆车的话 给小黄的感觉就是 整个内部的配色造型非常的有特色 而且非常的协调 其次就是整车的一些细节处理非常到位 充分的站在了车友使用的角度去设计 给小黄的感觉